我們可以看一下剛剛那一張這個 趨勢圖嗎 對 我們其實現在我們先 我們先講一下現在目前的隔離病房 幾乎是兩位數字的趨勢圖對不對 第一件事情是這樣 就是我們目前所謂的隔離病房 大概是1100床嘛 那在這裡頭目前統計出來 我是不是很確定現階段的數字 應該叫做負壓病房 負壓隔離病房 1100床 對 它目前大概是佔滿了七成左右 換言之就是還有三成而已的量 這樣算起來 三百多床 對 只有三百多床 那這樣子的狀態是否它會造成 醫療的 我們說所謂的醫療的崩潰 我覺得其實我在最早的時候 看到我們境外移入的案例增加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考慮的一個事情是這樣 就是它的數字有沒有翻倍成長 我們去比較美國 美國他們其實是從一開始確診 從一萬人可能是一個禮拜的時間 再來兩萬人 三萬人 它的時間點是越來越短 我們換算就是每一天 它的數字絕對不是說一個燈 如果一天它都一萬的話 我相信未來兩三天 它會成為全球可能第五 對 數字是翻倍 但是目前台灣的數字看起來 它都仍然是持續在20 跟本土可能就是五個人以下 所以這樣的一個數字 其實都目前為止都是屬於穩定的發展 所以如果我們說以現在這樣的階段 有沒有再往爆發的狀態走 如果以這些數字看起來的話 觀眾朋友可能是還可以稍微放心一下 那我們比較擔心的幾件事情是 應該說第一件事情是 其實我們先看最下面的紫色圖的趨勢 裡頭你會看到在最初期的時候 因為全世界的爆發 所以有一萬多個人回台灣 到目前其實 入境的人數 目前已經剩下到三千多人 也就是說現在返台的人數趨緩 換言之就是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 可能在14天後 就是等於說這一段時間 他們回台灣需要居家隔離 這14天後如果就沒有再發生新個案的話 這個可能台灣是有機會可以過關的 但關鍵在哪呢 其實因為我們知道這一群人現在是 回台灣是所謂的居家隔離 也確實有發現很多個案屬於無症狀感染者 最擔心跟最擔憂的就是 關鍵的這一段時間裡頭 這些居家感染者他是否有外出 原因就是他可能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症狀的年輕人 當他覺得他沒有什麼問題 他可能戴了口罩 可是他在戴口罩前打了個噴嚏在手上 然後去外面拿一個東西或按一個電梯 這種事情就可能會發生所謂的境外感染 而轉成境內的社區爆發的現象 所以我們其實最擔心的反而是這一塊 如果這一塊在這個關鍵時期 就是在這些人從頭開始算他們境外回來 到居家隔離全部結束的時間 大家都乖乖的待在家 我覺得這個過程可能台灣有機會可以過關 除了